当地的派出所包括学校已经采取了应急方案措施 应该相关人员已经控制住了 我们也很震惊 我们也确实也很愤慨 没想到人能现在这种情况 我听说是这个人可能就是有点精神不大正常 他是在学校外 当时就是保安配合当地的公安 把这个犯罪嫌疑控制住了 现在都在医院上医治 这个是我们知道 已经进入调查了 我们才能进入调查了 那么还有一个人会 我们可以接下来